上海战役 从严从众从快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上海4月23日电 近日 上海出现一些保供物资涉嫌以次冲好 假冒伪劣等问题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23日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上海高度重视 包括 生活物资保供礼包在内的食品安全和质量工作 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从严从众从快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确保保供生活物资质量和食品安全 对生活物资保供礼包 上海将加强对供应商资质资格审定 一旦发现证照资质不符合要求的 及时剔除出保供企业白名单 并作为案件线索进行追查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 加强保供礼包抽查核验 抽检合格后方可向实名发放 发放组织者承担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食品采购 运输 注存和发放过程食品安全管理 通过明确有关各方责任 切实把好保供礼包的来源观 品种观 质量观 对捐赠生活物资 接受捐赠的区 接证和单位 要加强运输 分装 配送等各环节的管理 确保质量安全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 主动开展监管 发现不合格的要妥善处置 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方舱医院供餐 保供礼包 捐赠物资 社区团购等重点 建立食安工作职大社区机制 对向方舱医院供餐的企业 实施驻厂监管 对向隔离酒店 援护医疗队供餐的企业 采取视频巡查加现场巡查 加企业自查组合式监管 努力把食安监督落到小区门 方舱门 楼宇门 工地门 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罪严的执法和罪严的追责 将加大对保公物资食品 尤其是生鲜食品质量监管 对相关违法行为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依法落实处罚盗人 并向社会公布 涉嫌失职独职行为的 依规依据依法追究相关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的计法责任 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 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刑刑衔接 加大涉意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此外 上海将畅通保公服务热线和投诉举报渠道 主动接受市民对礼包发放和受捐生活物资的监督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市民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